所以这样观察下来 我觉得中国游客的水准也并没有很差 根据我这次所观察到的 在这里我觉得我可以夸一下中国的游客 你觉得日本好 你就滚去日本啊 你还留在台湾用台湾的健保干嘛 你有种生病不要回台湾来看医生 那毕竟山寨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特色 然后他就说啊 这一点日本人做得到 台湾人就做不到 是一个民族根性的使然 是刻在基因里面的 说台湾人不够团结 说台湾人比较短视 我们中国人那么仇日 对不对 通常抵制日货啊 进播日本的卡通啊 不许看日本的动作片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 因为爱情嫁来台湾 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 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 现在是两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 时不时分享一些 不怎么夸奖台湾的影片 得罪台湾的观众 又时不时分享一些大陆的真实情况 得罪大陆的观众 但是今天我有信心 并不会得罪大陆的观众 因为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一个 台湾反贼 反贼这个词呢 从字面上来看 就是反对国家的一些政权 是一个贼嘛 然后我查维基百科上的解释 非常有意思 它是指叛国者 另外还有一个特指 在中国大陆主要支持不同政见者 是不是非常可笑 但是反贼这个词在小粉红说起来 就好像有一些辩味 他们通常会觉得一个认清国际上真实情况 认同国外的一些先进观念的人 就是反贼 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呢 原本这个贬义属性的词 就好像有一些宝义 好像是一群正义的人士 想改变目前一些不公的情况 一些看不下去的情况 所以想要反 那至于这个我口中所说的台湾反贼呢 等我说完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反贼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 前段时间呢 虽然我每周都有在更新 但其实我是加班加点 超前部署出来的影片 那真正的我其实当时是在日本的九州 对上周我又去了一趟日本 当然我不是主动去的 我们中国人那么仇日 对不对 通常抵制日货 进播日本的卡通 不许看日本的动作片 所以我怎么可能主动去日本呢 这次主要是因为跟着果果的员工旅游 然后作为家属 作为一个工具人 帮忙看孩子去的 看这次回来就因为东西太好吃 人又胖了三五斤 看那边商品太精致 在台湾都舍不得花钱 在那边买买买大出血 也会觉得那边街景啊 建筑实在太漂亮 太美观太整洁了 以至于回到台北最靠北的北头 都觉得台北的失容有待加强 玩笑开到这里啊 这次去日本呢 是全程跟团游 我原本以为跟团带小孩会比较轻松一些 反正就是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嘛 没想到没想到 带着小孩就是上车哭闹 下车不服管教 我们到达由不远精灵湖的时候 我想要停下 拿出相机 拍照 这样一个三秒钟的举动 一不看小孩 他就有可能冲到精灵湖里边 吃身 所以整个行程真的相当疲惫 以至于我后面一段时间 更新影片可能会比较慢 没有办法超前部署的 那事情呢 是发生在我们九州的第一天行程 要去大分线的九重闷 大吊桥的路上 导游给我们做了介绍 导游说呢 提出这个大吊桥的建设 是在1956年 也就是差不多70年前 就已经有这样一个 纯粹为旅游观光 所提出的idea 要建造这个大吊桥 非常超前 导游说当时日本就提倡 一个县市一个特点的 这样一种理念 要大力开发旅游 像日本每一个地方 都有每一个地方的限定办手里 像什么长崎有长崎蛋糕 然后什么地方 有它特有的特色 你到其他地方买不到 然后呢 像有一些卡通的造型的手办模型 像Hello Kitty 他说什么九州就有特别的九州 Hello Kitty 像北海道呢 又有北海道特殊限定版的 多拉艾蒙 说日本人非常有这种契约精神 也就是我在这里做这个东西 并不会带到其他地方 也让它在其他地方出现 就是一个县市 一个特色 发展的非常好 以至于大家都会集中到这样一个地方来 专门买这样一样东西 或者吃这样一个食品 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这样才可以目光长远的做持续发展 然后他就说 这一点日本人做得到 台湾人就做不到 是一个民族根性的使然 是刻在基因里面的 说台湾人不够团结 说台湾人比较短视 说台湾人觉得什么东西好 就一窝蜂去打这个东西的招牌 他还列举了台湾每一个县市的一些特色 来推翻它 他问我们台中最出名的是什么 我脑海里第一想到的是 庆祭和销拨款 他说台中最出名的是太阳饼 但是太阳饼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都买得到 并且吃起来差别并没有很大 你可能根本吃不出这是台中买到的太阳饼 还是在台湾其他地方买到的太阳饼 还列举了张化霸咖 嘉义鸡肉饭 新竹米粉 台南的挖柜 他说他以前是在竹科上班的 然后竹科出来的一条街上 这些各个地方的所谓的特色特产 那条街上都有 而且味道并没有差很多 完全吃不出跟特产地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他觉得台湾人觉得一样东西好了 就会去模仿 就会去抢先 什么东西火了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开几百家分店 最后全部倒光 那其实听完他这一段话我不知道台湾人会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这个中国人觉得有被冒犯到 那毕竟山寨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出名的特色 通常我们那边呢 什么东西好了 大家都一窝蜂的打上同样的招牌 就比如前几年流行的珍珠奶茶 台湾珍珠奶茶 还有什么豪大大鸡排 每一个夜市当时都会有豪大大鸡排 大长包小茶 鹅啊尖这些东西 像我们的意识里就一直要说 首先要做大做强 让这个东西打出知名度 然后大家都去模仿它 但是日本人的观念里好像就是做小做精 所以这样日本才会出现什么寿司之神 设计之神 建筑之神这样一些案例 虽然像这些捧上神坛的人 我觉得多少有一些故弄玄虚 有一些夸大在里面 但是这样一种一辈子钻研一件事情的工匠精神 还是非常值得推崇的 也是日本比较特殊的一种文化底蕴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游还真敢说 以我这样一个做YouTube的经验来看 如果他这个说话的内容做成YouTube 多多少少会被一些比较极端 比较偏激的人骂死 他们一定会说 你觉得日本好 你就滚去日本啊 你还留在台湾 用台湾的健保干嘛 你有种生病 不要回台湾来看医生 我们台湾也有非常好的地方 日本比不上的地方 就比如我们的人非常热情 是最美的风景 那其实在我一个外人听来 我是觉得这个导游有一些恨铁不成钢 他是希望台湾能向日本学习 做到一个现实 一个特点 这样让旅游可以持续发展 让台湾国旅可以持续发展的 这样一种观念 所以我听完他说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想在这里分享出来给大家 听听大家对这个导游 这个我认为的台湾反贼 是什么看法 这次旅游我原本想比较一下 在台湾的跟团游和在中国大陆的跟团游 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发现我在中国大陆 跟团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少 我真的很少跟团游 所以比较不出什么观点 好像只有一点比较接近 也就是一个说法 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在喝热水 那台湾导游说出来的就是 全世界只有台湾人在喝热水 其他地方都不喝热水 这个点中国的导游跟台湾的导游 好像都会说 然后呢 根据我这次所观察到的 在这里我觉得 我可以夸一下中国的游客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去的九州 中国人还比较少 我在路上听到过广东话 有听到过台湾国语 也听到非常少的 我的家乡的上海话 然后大部分都是说日语的 就是日本其他县市来九州旅游的人很多 所以看到的中国人很少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看到不少韩国游客 真的真的水准有待提高 让我觉得中国人的水准并没有特别差 跟韩国人比起来 韩国人真的也是不遑多让 有一次我们推着推车要坐电梯 那个电梯还蛮空的 里边只占了三个人 但是三个人堵在门口 完全就没有让开的意思 还是要我跟他们说不好意思 能不能让开一下 我们推车要进来 做了这样一个手势 他们才让开 然后在电梯里就听他们说起了韩语 是韩国人 然后在路上呢 韩国人如果对面走来 他看到你的推车 完全没有让开的意思 通常是要我挪到旁边 让他走过去 还有看到韩国人教育小孩 虽然我也不能说不好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看到地上有很多蚂蚁 就让小孩去踩那个蚂蚁 也不加以管教 然后在餐厅用餐的时候 小孩在那里大呼小叫 在座位上跳上跳下 旁边的韩国游客 也完全没有要阻止他 有劝导他的意思 所以这样观察下来 我觉得中国游客的水准 也并没有很差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也就这样子了 好了 以上就是一些日本跟团游 回来之后迫不及待 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之后呢 可能会慢慢的开始剪那些影片 但是本次拍的不多 带小孩真的太累了 尤其是妹妹长大后 活动能力更强 抱着更重 真的非常累 要好好的补一下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大家这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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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